好,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您確定了現在它會笑的 像我這邊它現在會笑的 其實像這個啊,這樣是不是線就剛好擋在前面了 對不對,其實如果您真正在做的時候 我通常會把線接在後面 就是把這個放在麵包板的什麼 靠前面一點,後面是不是有空間可以接線 我現在是剛好插在最後一格 有沒有,所以你後面就沒得接,就只能接前面 其實呢,你翻過來之後,請問後面有沒有 電路板上面是不是有這個 有沒有,電路板上不是也有GNDVCC嗎 你也可以對,這樣了解齁 因為現在我這樣正著接你比較好看 你比較好看,所以我就用正著接齁 只是說這些圖形就會被有點擋住這樣子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上次其實我們有稍微示範一下 大概就是有很多種不同的那個圖案製作的方式 對不對,您可以從這邊 那剛剛我講的齁,在這裡 如果你不要讓它笑的話 就是來這裡,這裡關掉 這邊,你可以把裡面用到的 我現在用的是這一個,我這裡丟掉 好,如果我們現在沒有要串臉 記得這個串臉不要勾 不然你執行程式就不會成功 這個我也可以丟掉 好,這裡也可以丟掉 好,那現在光明電阻 LED燈,你還是可以加回來 你要加,你就可以再加回來 好,我剛剛是接在5對不對 那現在多了一個 LED點矩陣,剛剛這樣掉進來 14,12,13 那因為我用這幾個角位 所以老師你應該有發現 你剛剛在用的時候 請問開發板上有沒有亮綠燈 有沒有發現有亮綠燈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12跟13分別是什麼 綠色跟藍色 好,所以我們上次接的角位沒有 用16,14,15 用16,14跟05 它就沒有跟那個3400共用 那你就不會有同時亮的問題 好,不會有同時亮的問題 那這個好的 我們剛剛用的這個 交際檔 那我就要問各位一下囉 我們用這種方式 你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代碼 會叫做微笑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呢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介紹過 你可以用這個所謂的動畫 跑馬燈 它也有內建一些形狀 但是事實上呢 你也可以這樣反過來 它在這個上面 其實有提供小工具 好,你只要在機目上面 就是相關的 有些那個感測器 或元件它有提供小工具 你就在那個相關的機目上面 按一下右鍵 像這個是LZ點擊症的機目 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有個叫小工具 如果你按右鍵了之後 會出現那個瀏覽器的右鍵 你就按住右鍵不要放 按住右鍵不放 再來移動 這樣也可以 不然有時候你放開 有沒有發現瀏覽器的右鍵就跑出來了 所以你按住滑鼠的右鍵不放 來點一下這個小工具 按下左鍵 你會發現會跳一個工具 這個是WebDuner所提供的 叫LD點擊症代碼產生器 什麼是代碼呢 就是您剛剛看到這一串 微笑那個代碼 有沒有 就是這個 嘿,那你進來這個介面之後呢 你把你的Device ID打進去 像我現在用這個 Device ID打進去 然後呢 它的腳位把它設一下 我的是現在是14 12跟13 好 如果好了就按連線 就按連線 連一下 我們先確認 你按連線成功之後啊 您會發現您的這個LED點擊症應該就熄滅掉了 有沒有,原本有微笑的 你連線之後應該就會清空 我們本來在積木裡面 其實有提供一個自訂積木 你看最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這個自訂積木 你可以自己勾 但是這樣比較沒有感覺 所以呢 你在這個小工具裡面 你會比較有感覺 你看我按一下連線鐘 按一下 好,沒有喔 我再重新整理一下 好,現在 我的已經連線成功 那你看喔 老師呢 要做客製化圖案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這樣子 點了 請問這裡有沒有燈就亮起來了 點了 有沒有真正的耳朵就亮起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感覺一點 有齁 這樣比較有互動性 如果老師覺得這樣的互動性還不夠 右邊的QR Code自己掃一下 就用你的手機點 可以嗎 這樣更有感覺 好 所以你在這邊設定的圖案 它就跟著一起 這樣 可以嗎 對不對 對 你怎麼點 它就怎麼亮 這樣是不是就同步了 那如果老師說 欸 我就沒辦法畫圖 要怎麼辦 沒關係 你看上面這裡 它有提供一些內建的 你要找個大寫小寫 有數字 有內建的形狀 你可以用那個來改 比如說我們用個A 好 你要有點流汗的話 你就這樣 燈 燈 燈 這樣可以嗎 你可以自己改啊 自己改形狀 那 這裡面呢 有數字 你用這樣去改也可以 有圖形 是不是可以自己改 有沒有 你就看你要什麼樣的形狀 根據預設的 你要在這邊再點一個 這樣改也OK 那麼 不管怎麼做 你做完之後有沒有發現 上面有產生一個代碼跑出來了 對不對 這樣就把圖案就轉成代碼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邊用跑馬燈 向左邊 向右邊 有沒有就變動畫 你隨時叫它停 就產生這樣的圖案 好 因為有時候你也不知道那個圖案怎麼畫 你有沒有招礦買 欸也可以 這樣又產生另外一個 所以好了 你就把這個複製起來 拿到哪裡 拿到開發板 積木裡面把它貼進去就好啦 這樣有沒有 有感覺了 那你也可以反其道而行 什麼叫反其道而行 今天我不知道這個 代碼是什麼 我就把它複製起來 把這個複製起來 我拿到這邊把它貼上 有沒有你就知道它是什麼形狀 所以你可以顛倒過來 也可以顛倒過來 就是欸 我就用這樣來檢查也可以 所以 所以 我玩到這邊的時候 都會叫小朋友自己設計剪刀石頭布 哈哈 然後自己設計形狀啊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搭配層次一起來玩 加上剛剛那種邏輯判斷 這就可以玩很多 你就可以玩很多 這樣OK嗎 好 所以 這個是那個 LED點舉證的代碼 你可以像這樣來用 當然你還是可以搭配原本它所提供的這些 要做動畫啦 數字啦 都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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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